炎哲要跟佳音求婚了 什麼 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俊凱 你確定嗎 炎哲真的要跟佳音求婚了 我確定 他剛剛找我一起籌劃求婚的事 如果炎哲跟佳音求婚 佳音一定會答應 俊凱才剛跟知心分手 他如果知道這件事 肯定一定會難過死了 你覺得我們有辦法先隱瞞俊凱 然後之後再讓他招求婚的事嗎 我們能瞞多久 瞞到他收到行結才知道嗎 那怎麼辦啊 那我也一起參與吧 你怎麼在這 你聽到幾個字 聽到關鍵字就夠了 你們兩個不要這樣 一直盯著我看 搞得我跟怪物一樣 你是不是很難過 需要衛生紙 不用 不用 現在還不用 不過 面對這個跟鐵一樣的事實 是會難過 俊凱 如果你想哭的話 我可以陪你一起 沒事 反正我本來就知道 我跟佳音不會有結果 那既然沒有結果 那既然沒有結果 你幹嘛參加 既然會難過 那如果能夠參與到 能夠讓佳音幸福地求婚 如果可以親眼見證這一切 我想我應該也會感受到幸福 俊凱 聽你這樣子我好想哭 哭什麼 俊凱都沒有哭 兄弟 既然你要參加 對 那就一起 我們一起感受幸福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不能犯過那些詐欺犯吧 你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要這麼堅持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錯 我就已經跟你說過 這不是對錯的問題 你不去消燃的話 我就不載你去見客戶了 好 你不載我去 我自己搭車去 我自己搭車去 佩涵 你就不能站在我媽的立場想一下 都在乎一下我媽的感受 我不想想 就是因為我在乎你媽 我替她早想 你沒聽到媽昨天講的嗎 媽最擔心的就是她的名聲 她一直是大家口中的好母親 如果今天大家知道 她被一個男的 她會被講得多難聽 你難道不懂嗎 你說的這些我都懂 可是現在是 現在是你不懂 我堅持的理由是什麼 對 你心疼嗎 你順著她 你想聽她的話 但是再怎麼樣 你都要顧著什麼 是是非對錯吧 你不能一妹就認為 我報警是錯的 那我替媽著想這份心 你有看在眼裡嗎 我媽她都不在乎這心的 你都有在記救什麼東西 我知道你一直以來 都很聽你媽的話 我一開始覺得 一直是孝順 可是現在我才發現 你就是一個媽寶 媽寶 我哪裡像媽寶 如果你不是 那為什麼我們最好決定的 每一件事情 只要你媽有一件 你就只聽她的話 我們生活的食衣住行 哪一下你媽沒有介入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嫁給你還是嫁給你媽 我媽她一個人 從小把我養大 以後的日子也得靠我 我當一個聽話的兒子 讓她開心 這有什麼問題嗎 你想當一個聽話的兒子 沒有問題 可是你是一個成熟的大人 你不是小孩 你媽說的每一件事情 也不一定都是對的 你難道就沒有判斷的能力嗎 你不一定還想 那是因為你沒有把我媽 當成你自己的媽嗎 如果今天換成是你媽 你還會這樣子嗎 我會 因為我不像你 我不會盲目到 分不清是非對錯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是我 盲目的 是嗎 是啊 你心裡眼裡全部只有你媽 你分不清是非 只要跟你媽前舍上關係 你就會變成一個 無法獨立思考的媽寶 對 我就是媽寶 全世界我媽最重要 這樣你滿意了嗎 那既然這樣 你就不要來跟我結婚啊 接下來的中頭戲是 漂浮見識的魔術 到時候 我會請一位專業的魔術師 加班從我們的朋友 然後再用魔術 讓漂浮的戒指 平衡套路 佳音的無名詞 可是 佳音不太喜歡陌生人靠近他 如果陌生人一靠近 他就會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讓魔術 可能會大打折扣 而且啊 與其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佳音應該會比較喜歡 就是直接的求婚方式 你好像 比我還了解佳音 那那是因為我們 從小一起長大嘛 對不對 對 我們是竹馬之友 對 宇軒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嘛 然後哥哥總是比較了解妹妹嘛 太好了 有你們在背後支持 我就更沒有求婚失敗的理由了 一定會成功 黑洋愛有急事找我 我先走了喔 你們先聊 好 我覺得 要跟婚派派試一試 萬一他拒絕你怎麼辦 拒絕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有可能不願意 你要跟我分手 還有比分手更重要的事 更重要的事 你該不會是要跟我求婚吧 所以你希望我怎麼做 在你跟媽之間做一個選擇嗎 我們的婚姻要怎麼繼續走下去 你想離婚嗎 阿姨 你覺得我這次是不是真的做錯了 不是因為你做錯還是錯對 而是你這次 終於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想法